乌克兰境内欧洲最大的核电厂 扎波罗热核电厂3月4日传出在俄军攻击后失火的消息 对此,泽连斯基谴责俄军核恐怖行为 并紧急与拜登通话 工厂发言人塔兹告诉乌克兰电视台 炮弹直接落在工厂 并点燃了该设施的6个反应堆中的一个 该反应堆正在翻修并没有运行 但里面有核燃料 乌克兰外交部表示 如果爆炸,规模将比切尔诺贝利大10倍 俄罗斯必须立即停止火灾 允许消防员建立一个安全区 另一边,联合国安理会就乌克兰核安全召开紧急会议 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表示 俄罗斯的目标是确保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安全 并且预防供电的中断 目前,相关核电站和临近地区由俄军保卫 核电站的运转并未中断 设施正常运作 辐射情况正常 另据国际原子能机构回报 该厂辐射水准目前没有变化 美国国土安全部3月4日宣布 由于俄罗斯与乌克兰爆发军事冲突 拜登政府将对滞留在美国无法反国的数以万计 乌克兰人批准临时驱逐救济和工作许可 此举将允许截至3月1日仍滞留美国的乌克兰人留在美国境内 并合法工作18个月 今天稍早 美国移民暨海关执法局表示 由于持续的人道危机 已暂停飞往乌克兰的遣返班机 国土安全部并未提供受到此举影响的乌克兰人人数 不过华尔街日报指出 美国境内目前有3万名乌克兰人 包括学生、观光课和工作签证即将到期者 另一方面 美国一些大学召回正在俄罗斯的美国留学生 同时国际教育组织也决定暂停夏季与俄罗斯的留学交流项目 加州州长纽森3月3日提出了一项计划 强制患有严重精神健康疾病和成瘾症的无家可归者接受治疗 提案将要求加州所有县在民事法庭设立一个心理健康部门 以协助需要但不愿接受帮助的人 加州政府将要求各县为那些患有衰弱性精神病的人提供全面的治疗 患者将有义务接受这种治疗 一些无家可归者的倡导者反对强制护理 但纽森说 这类人群在有些时候会攻击他人 我们必须面对这个严肃的问题 现在已经不是谈论公民权利的时候了 他的提议需要立法机构批准 加州卫生部长马克加利博士称 新计划是关于我们如何解决加州最重要问题之一的对话的开始 他预计该计划可能适用于加州的7000至12000人 这个范围不一定全部都是无家可归者 美国洛杉矶市一座据信是全美最大的新建豪宅 三日在司法拍卖中以总计1.41亿美元的价格成交 相比开发商破产协议中的2.95亿美元的要价接近腰斩 标者的身份尚不明确 该售价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高的房屋拍卖价格 但这项交易仍需要得到破产法院法官的批准 关于此案的听证会将于本月晚新时候举行 这个占地10.5万平方英尺的庄园 是世界上最大最宏伟的建筑被称为The One 有21间卧室 该房产还包括5个游泳池 一个夜总会 一个沙龙和一个水药中心 以及一个面积1万平方英尺的空中平台 据洛杉矶时报报道 这处房产的售价远远低于该房产所背负的1.9亿美元的债务 这意味着债权人可能会遭受一些重大损失 3月4日下午 巴基斯坦开普省首府白沙瓦的一座清真寺发生爆炸袭击 已造成56人死亡 194人受伤 其中50人伤势严重 由于许多伤者情况危急 死亡人数可能增加 白沙瓦市警察局表示 一开始两名武装分子在此地旧城区的库查里塞尔达清真寺外 向警察开火 枪战中一名武装分子被击毙 警察一死一伤 另一名武装分子随即跑进清真寺 然后引爆一枚炸弹 这是巴基斯坦什叶派近年来所遭遇伤亡最惨重的攻击之一 目前尚无任何团体出面宣称对这起爆炸案负责 受伤不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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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疾伤不赔